肥胖的定义 肥胖是体内脂肪聚积过多而呈现的一种状态 在原理上也就是说 每日你所消耗的能量小于了每日摄入的能量 那么长久造成我们一个能量的不平衡 那么能量不平衡能量的聚积 那么脂肪堆积过多 在我们身体上就呈现了一个肥胖的状态 肥胖按病因我们可以包括原发性的肥胖 也就是所说的单纯性的肥胖 那么单纯性的肥胖 主要就是我们提到了像有一些遗传性的因素 或者是你在后天的过程中 饮食的不合理 暴饮暴食熬夜 是一些高能高糖的食物 或者是缺乏体育锻炼 缺乏运动等等 所造成的一个能量蓄积引起的肥胖 叫单纯性肥胖 还有一种呢是激发性肥胖 那么这种肥胖呢就是由于一些气质性的疾病 比如说我由于内分泌的紊乱 或者是某些疾病的治疗 所造成了引起的肥胖 那么成为激发性的肥胖 那么按脂肪在身体分布的不同呢 肥胖也包括了第一个就是普遍性的肥胖 也就是我们全身每一个地方啊 就是肉虽然是很胖 但是呢分布的还比较均匀 又称均匀性肥胖 第二个呢是腐形肥胖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向性性肥胖 这种呢很多是内脏性 我们可以看到内脏脂肪的增高 第三种是臀性肥胖 也称为非向性性肥胖 那么也包括就是我们的脂肪的分布在下半身 这是肥胖的几种分类和定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